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要來改島啦 今天要來整理的區域是這一大片 那要來做什麼呢? 我要來佈置自己的房子 因為這一塊區域 坐永合景第一排 離服務處與商店走路不用一分鐘 還有綠洲大公園 距離機場超便捷 這麼方便的位置 只能是島民代表的我來住啦 今天我的房子想參考宮崎君的作品 Totoro 龍貓裡面 主角一家人所住的房子來進行佈置 因為在劇情裡他們也住在那種 被各種大樹包圍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 但是只有這樣的話好像會有點空 所以我要再加個蠟筆小心 野原家的元素在裡面 第一步我要先來做一小塊田 龍貓裡面他們在房子旁邊的小院子 也種了一些巷子 那我則是要來種一些南瓜 使用泥土路與黑土路各鋪好 種植範圍 再把四色的南瓜整齊的種下去 再把四色的南瓜整齊的種下去 那因為目前每顆南瓜大小都不一樣 我就先全部摘下來再重新澆水 之後再用有刺鐵絲網 簡單的把田給圍起來 這樣這塊地就完成了 那謝謝你 再來我要把我的房子給移過來 ahí 因為龍貓中牠們的房子前方有一棵樹 我們種一棵椰子樹來代替牠 移過來後 我要先來用和風柵欄把房子範圍圍出來 接著在左邊放個與三利歐合作入手的走廊 房子後面再種一些樹 接著我把上一次鋪的石頭路再稍微往這邊延伸過來 靠近自己的房子這裡則用泥土路鋪一小塊空地 門口的部分也是喔 鋪完後會比較有人在這個地方生活的感覺喔 接著種一些紅色的玫瑰花在四周 這邊椰子樹下面放一張吊床當作戶外休息的地方 再放個花園水龍頭跟仙人掌組合在南瓜田這邊 房子背後我們再補一棵蒸葉樹吧 等它長到L時剛好會從房子的後端露出頭來喔 接著這邊再放一個斜的路標指示一下商店的方向 再來我想要來做野原家的小院子喔 用草叢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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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壓人情的時間啦 這真的是超好用的預設設計 用泥土路鋪往下一區的路線 再往下走就是下一集要做的部分喔 蚊蟲的模型也都可以塞在這些景觀之中 再來要補充個小心的三輪車跟私藍 加上玩具狗狗就更有野人家的氣氛啦 最後等種好的樹都長到自己想要的大小後 今天的改島就完成啦 再見 吧 我媽要不要看 不然我幫你拿大小後 再往下走就是有植物 這麼久的圍物 除非有藏在大小的地方 好看 今天改島的部分大家還喜歡嗎? 我各取了一部分龍貓跟蠟筆小新的房子元素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